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他就是经过两天吧 第一条才爬出来 然后这个是经过了一周 我回家之后 他们全都爬出来了 然后我看了一下比例 正好原色和白画都是一比一的 因为我的母蛇是原色hat白画 然后公蛇是跟别人借配的白画 就相当于这一窝是跟别人一起合作的 生出来的比例就是一比一个对半的 然后我分了一下公母就特别有意思 他正好 母的白画只有一条 剩下都是原色 公的原色只有一条 剩下都是白画 就是很神奇的一个组合 然后呢 我就把它们从这个蛋里都拿出来 因为要单独分出来嘛 奶蛇它是有食蛇性的 尽量是不要放在一起 然后呢 就是大家看这个奶蛇 它的原色和白画其实差异是蛮大的 白画的风格呢 总体就是有一种那种特别可爱 俏皮的橡皮糖风格 特别特别的可爱 然后原色呢 就是比较高级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你把它放在哪都看起来很高级 就像现在这个反图一样 就是随便一拍就看起来满满的高级感 白画就是刚刚说的那种可爱俏皮感 然后呢 不同的人对于这种奶蛇有不同的喜爱吧 比如说我一开始就特别喜欢原色 然后我却买了个白画 后来呢 实在看不下去还是给它卖了 又买了一条原色 下面这段呢 我就是让这些小宝宝和他们的妈妈重逢一下 拍一个视频 这个时候你看她妈妈感觉看起来瘦 但其实她不瘦 因为你看她是能看到两边明显的肌肉感的 只是对比她怀孕的时候来说相对来瘦一些 这个她妈妈偷偷跑出来了 我把她抓回去 她还不让我碰 然后呢 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一把奶蛇是什么感觉 我抓完这一把之后 手就被咬了好多下 你看 这个也是她攻击我的一个视频 因为故事结束了吗 这个是新故事的开始 二胎来了